3 2 1 12月15号清晨 2019台北马拉松赛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鸣枪 28000名参赛者冲出起跑线 其中包括269名大陆选手 马拉松赛作为互台体育交流的重要项目 在当天的赛事中 有多位来自上海跑团的跑者参与其中 来自上海的跑者前大名告诉记者 自己在赛前做足了准备 脸上贴纸防护套具都很有讲究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腔调 就是不管会不会还是第一次还是多次 先要有腔调 往那边一站 人家以为从来没跑过马拉松 以为是大神来的 我是今年的2019年6月份开始练马拉松的 所以我们第一站就选择来台北开跑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好的寓意 因为台北的马拉松氛围非常好 我们非常喜欢台北 也非常向往台北的马拉松 当天乒乓球世界冠军王立琴 也随上海跑团一同前来参赛 他表示虽然不是专业的马拉松跑者 但希望根据身体状况和参赛情况 尽力完成比赛 今天到了以后感觉到现场的气氛还是非常热烈 虽然还是比较早的 但是我看现在有很多的跑友已经陆陆续续到达了这个现场 大家都在热身啊 都在交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 2016年8月 上海和台北两市体育局在台北举行的双城论坛上 建筑了台北马拉松和上海马拉松交流合作备忘录 自此两市每年都组团参加对方举办的马拉松在世 这也成为两市体育交流中的热点 通过马拉松的交流 把我们两岸的体育各项活动 特别是我们民间的选手或者群众的选手之间 增加了相互了解 使我们两层之间更加增进了我们之间体育交流 通过我们马拉松这一个平台 使我们把我们其他的选手 包括我们篮球 包括我们体操都带动起来了 据了解 有着23届半赛经验的台北马拉松 建议成为台湾第一个获得国际田径总会 同标签认证的市区马拉松赛事